我们要想往生到极乐世界 除了念佛之外 意向专念 还要记住一句话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里面 包括意思就广了 菩提心简单地说 第一个是真诚心 真诚心是菩提心的体 是菩提心的根本 从真诚心生出来 身心跟发菩回向心 那么真理案中心 身心是自立 回向是立他 在大臣习经论里面 没有说自称心 说执心 执心就是自称心 真诚到极处啊 自立也讲身心 立他呢 是讲大悲心 所以大悲心 就是回向发愈心 我们早年在美国 总有二十到将近三十年 我为大家 说明菩提心 这个身心不好懂 古人的诸解 好善好得 讲得很笼统 啊 那个时候 我们已经在学习 无量寿金的汇集本 夏连老这个本子 那么我介绍大家 菩提心呢 这个身心就用 金体上五个字 非常具体 清净平等救 这就是神心 真诚心对自己 是清净平等救 真诚心对别人 是大慈大悲 那可见得 这个意思 很深 很广 很圆满 进宗学会 第一个会 正式成立在美国 当时 我写了个缘起 在缘起里面 提出 四颗 五颗 五个颗目 希望我们修 进度的人 统统能够 做到 这五个颗目 是戒律 第一个颗目 是敬业散伏 是师尊 对进宗 同学 最高的 指导 原则 一定要 遵守 第二 六合金 三福六合 要从自己 做起 不要求 别人 跟我 主动 要求 自己 要跟 别人 活 横顺 众神 随喜 功德 横顺 随喜 里面 断我 修善 吉功 累得 成就自己 具体表现出来的 就是落实在 六合金 六合金六条 第一个 见后 同学 我们认真 修学这个 五个颗目 这就是 见后 同学 务比 要把它做到 我们 尽忠 同学 一个方向 西方 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清净 阿弥陀佛 这一生当中 决定 要去 有坚定的信心 我们就会有成就 第三个构目 散许 戒定会 散许 循序渐渐 不能 敛 戒 这五颗 就是戒 一门深入 这一生当中 尝试 这就是定 这就是定 读经只读一部 无量寿经 听讲也只听这一部 大经刻著的讲记 只听一样 变速越读越好 我们用这个方法 得念佛三昧 得念佛三昧就是定成就了 定成就之后不能实习 每一天不间断 认真地修 不定什么时候 豁然开悟